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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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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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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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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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大哥, 你背著他的傷害沒什麼 沒什麼事 其實你這次為了我受傷 我的心很不安樂 別說這種事了 零大哥, 上次你不是叫我 別答應錢忠要投婚事嗎 是否因為你知道他販賣私嫌 是, 但因為當時我沒有足夠證據 我不可以隨便跟你說 幸好你沒有答應他投婚事 否則你下半輩都不知道怎麼過 不過幸好, 及時都能破案 阿蘭, 你別不開心 你這麼好, 遲些一定會找到一個好男孩 其實我早就找到了 只是我不知道怎麼向他表白 是嗎?是誰?你告訴我 你… 你不是對著我也沒勇氣說吧 你對著我也沒勇氣說 遲些你對著你心上人, 你怎麼開口 你想過, 如果沒勇氣說的話 那就白白失了一段好姻緣 你說得對, 其實我喜歡的那個是你 你怎麼還不追出來呢? 阿緹, 你在這裡幹什麼? 我跟她說了 什麼時候? 剛好 她有什麼反應? 我不知道, 我說完就跑出來了 我也不知道她怎麼樣 她又沒有追出來 我想她這輩子都沒試過有個女孩向她示愛 她就嚇壞了她 糟了, 我很害怕, 我怕她不喜歡我 你對自己有信心吧, 你這麼好 如果我是她, 我馬上向你提親 你真壞 哄著別人這麼開心 不如你幫我進去問問她吧 不行, 這麼直接 在衙門她擺了款式, 不理我 那怎麼辦? 你放心吧, 包含我身上, 你先回去吧 那全靠你了 為甚麼地上有這麼多花販呢? 不好意思, 我太緊張了 我一陣子就好了 這麼久?難道真的嚇壞了? 你沒事吧?是不是有心事? 沒事 沒事?你的樣子像有東西 都說沒事了, 你別煩我好不好? 我只是想幫你 有些事情一個人很難想得明白 尤其是感情的事 客官, 選一個吧, 很甜的 你別跟著我好不好? 我買你而已 是不是?想了這麼久 你也被人買了 這裡還有很多 是不是?始終選了一個破壞的 是不是?收回檔了 你又要左選右選 現在想買破壞的也沒有 買過你而已, 沒多買就不買 不是吧, 真是說得這麼嚴重 買不買你, 當然不要緊 但是娶不娶得一個好娘子 就終身大事了 我從衙門出來, 你就跟著我現在 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只想知道你考慮得怎麼樣 你知道我說什麼嗎? 我知道你說什麼 是我還不知道自己想怎麼樣 怎麼搞的?你想這麼久 你想過嗎?你知道要想多久嗎? 我還沒想過 喜母說這種話, 你先對她提點 不錯 不錯 那就行了 但是那種好不是那種好 我對她好像兄弟一樣 但是她是一個女孩子 阿鐵是不是一個好女孩子? 那倒是 那你是不是不喜歡她? 那倒不是 那就行了, 即是喜歡 那種喜歡不是那種喜歡 從今天開始, 你記住 阿鐵是一個婷婷欲立的好女孩子 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你慢慢會喜歡她 那給她一個機會, 給她一個機會自己吧 那女孩子這麼好, 竟然喜歡你 很難找的 大少爺… 你們倆這麼頻密去哪裡? 沒多久有葉水進去書房而已 是呀, 書房有髒東西 要辟邪… 辟邪? 是呀, 書房有髒東西, 快點進來 郭老爺…快點… 那些什麼邪門?撞鬼嗎? 撞什麼鬼? 我們只是在曼花樓見識一下而已 誰知被娘子發現, 還差點撞鬼 說我們不找小朋友抹身 不讓我們回房 就是, 我們只是遇見了 掌鬼勝義權權 進去喝水酒而已 誰知這樣也出事了 喝水酒沒什麼問題而已 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儲了老婆 成親就是這樣了 跟終身監禁沒什麼分別 整塊都被人管了 所以我什麼時候都說了 管得太嚴真的不行 我以前見過很多這些案例 弄得家床不動閉 倫常慘我也是這樣開市而已 所以我說都是你好, 單身寡仔 自由自在, 喜歡怎樣就怎樣 當然了, 終身大事 怎麼可以這麼早出的 我是你, 我就不會這麼早 掉到這個火坑裡 對, 趁年輕, 趁單身, 玩玩玩 看見你們三個人板在這裡 我多大都玩一會兒 你們三個買完身了沒有? 吃飯了 來吧 是 是 菩薩呀菩薩, 希望寧大哥會明白我的心意 是嗎?為甚麼你總是不聽姐姐說 大伯是不會喜歡你的 他叫你跟我說的? 不是,不過大伯是一個患世不公的浪子 你打算跟他相宿相欣 你真的不用指望,你聽姐姐說吧 怎麼會?你大哥也不是這種人 他是有情有義的 他浪得虛名,你乖吧,好嗎? 姐姐,我長大了 你給我自己爭主意吧,好嗎? 我是你姐姐 我不要看著你泥出心磡 總之你別管我,警察 被妹妹嫁進來還得了? 到時候跟三姑娘三婆 一定是三劍合璧的 我怎麼有位置? 幸好我心血來朝來拜神 菩薩也想我知道 不行,我一定不可以讓你得逞 好,慢慢來 知縣大人,只買過你 不用想太久了,再不就兩個買光了 兩個?不用這麼多吧 小朋友,怎麼只有你一個? 你娘呢? 傻瓜,別哭了 傻瓜,你一定會幫你找娘的,好嗎? 最多這樣吧,我買片黃麵糕給你吃 吃完之後,你娘就會見到回來的 恩仔 娘 謝謝,姑娘 不用客氣 不過下次要小心看著恩仔 跟姐姐說再見吧 再見… 我要這個 連大哥 你很熱嗎?臉這麼紅? 不是… 你等一等,有空嗎? 甚麼事? 沒有,我打算約你去河邊釣魚而已 我們有空嗎? 可以… 可以,那等一等,河邊見吧 請你吃 幹什麼?傻瓜站在這裡 閉嘴,靈大哥要我去釣魚 是嗎? 這次你一定要幫我 這件夠清晨,趁你去看 綠色?綠色好像不夠搶眼 這件,橙色夠鮮色,像橙色一樣 這個款式很普通 由第一次約會,一定要隆重一點 隆重一點? 這件,這件夠誠意了 去釣魚而已 釣魚是藉口而已 難道我說我約你去譚心這麼直接嗎? 這倒是,大少爺罪翁之意不在於 再提 下體穿這件衣服 在夕陽水下的河邊 逼波蕩漾的河水襯頭之下 忍死大少爺 說這麼多話幹什麼? 快拿給他提,讓他多點時間去準備 他們今天是第一次入會 一定很緊張,我去吧 好 抬線,這個… 抬線,抬線,抬線 抬線,抬線,抬線 抬線,抬線,抬線,抬線 我還不知道 這麼臭子也頂不住,不行 一大一小,大哥應該頂得住 阿T,走這麼快,趕著去哪裡? 你很臭 你當然嫌我不夠臭 就說了 嚇什麼?穿得出來不怕拍 拍什麼? 你還在裝作 你明知道我約了連大哥 故意搞破壞 你約了大伯? 為何你眼睛不聽姐姐說 都說大伯不適合你 適合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的幸福應該由我自己決定 你姐姐我是過來人 我不想你重通覆轍 一進洪門深似海 嫁進去金家不是嫁給一個人 是嫁給一家人 每個人的性格都不同 每天都勞心勞力 有這麼誇張嗎? 你不是不知道嗎? 如果真的這麼慘 為何當場人家有你 你不懂得反應? 那怎麼辦? 我是真心喜歡阿穴 我也是真心喜歡李大哥 你不是謊言你不是真心嗎? 我親耳聽到他就玩了 你為何要誣衊他? 你千真萬確 別說你不抵得我 你不想我嫁得比你更好? 你說什麼? 我理著人兒女 不想我做金家大小女 阿朱一起站起來 你走開我, 打理你就是打理你 你這樣跟我說話 你站在這裡 我幹什麼讓你這樣 如果你走得出去 以後就別叫我姐姐 你走開我 練大哥, 不好意思, 我遲到了 不要緊, 只是遲了一個時辰而已 開玩笑而已 什麼味道? 那些河水的味道 河水? 不是, 在你那邊傳過來的 沒有, 哪裡有 什麼?你現在來Stock還沒定來釣魚? 你沒事吧? 沒有, 來的時候 那個黑暈追著我不停打 所以就遲了, 心情不太好 那黑暈的東西散了沒有? 一夜跟你在一起 那個黑暈都會追著我不放的 如果那個黑暈真的下雨的話呢 我們用這塊胡桃葉遮住就沒事了 但是那個黑暈很難、很兇 還要隨時張額沒有搞定 這麼厲害?如果它這麼厲害呢 我就必須要變成一個大的太陽 把這塊黑暈蒸發了, 這樣就沒事了 那豈不是說 無論發生什麼事, 你也會支持著我嗎? 說了這麼久 你還沒告訴我到底這塊黑暈是什麼 黑暈? 就視乎蒸魚找吧 先看看 你摔了這麼久, 一條也摔不住 讓我來吧 魷魚 我幫你 魷魚也被你嚇走了 不用怕, 我幫你摔過 你是女孩子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這樣就差不多了 吃不吃水果嗎? 好 謝謝 這樣就像樣子 姐姐 誰? 是你們嗎? 為甚麼你們會在這裡? 我們好奇 想知道你們倆相處得怎麼樣 那就是八卦了, 是嗎? 是又怎麼樣? 如果你們倆下次又說八卦 想裝我洗澡, 那還能幹嗎? 錯, 我才沒興趣 不過我有 請你拉一拉我上來 你怎麼樣? 你先回去進房間吧 我去煮薑茶給你 這些事讓我們來做就行了 麻煩你, 麻煩你 最差的是那個金蓮 不是擔心就看, 我也不會去 白天我不要說人 一定是你們兩個八卦才會弄成這樣 如果下次不小心跌到山崖 斷手斷腳, 我問你們兩個怎麼辦 我集絕反彈 磁力共振又這麼壞的父母官 真是慘了 你… 有沒有搞錯? 剛才見完我妹妹 現在又遇上另一個女生? 大伯 我還以為阿緹來了 阿緹?阿緹文節多了 當著我面子也這麼放肆 細少奶奶, 你怎麼被人氣壞了? 我? 我告訴你一些好思識 好… 阿緹和甘大人他們… 看來你快要親上加親了 你別亂說… 真是嗎? 進去吧, 別這麼多事 大伯, 不知道你現在 和我妹妹阿緹的感情發展得怎麼樣 大伯, 你要知道 我妹妹年紀上少見的男人都少 加上她情鬥錯 我想大伯, 你不會找著她來騙的吧 其實我呢… 世家嫂, 婆婆, 我在這兒 阿緹 娘 世家嫂, 我在籌囊莊選了一匹絲籌給你 你進來看看適合你嗎 是呀, 謝謝婆婆 是呀, 真是 我愛你, 你要去看適合你 我愛你, 你要去看適合你 你去看適合你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是臭肉, 吃了會上吐下舍的 是呀, 沒了錢中二, 找一個別人 不要緊, 叫阿美多介紹五花藍料 不要, 甚麼肉都不要 聽到了, 爹娘, 不是我不介紹給他 是他認識了別人 認識了別人? 認識了別人? 誰來?是甚麼人? 是呀, 有沒有錢的, 做甚麼職業? 就是我們金家大少金蓮 真棒, 金錢沒死了 金蓮的資源大人我做了一個外父 以後沒有欠錢, 誰可以向我還? 是呀, 也沒人敢借錢給你 是呀, 以後你們兩姐妹 夾粉騙著金家的命脈 我們兩人, 甚麼都不憂鬧 女兒…你現在還挺囂張的 娘, 錢是事小的 金家人事複雜, 制不過 我豈不是一個人品給你看 你人品真棒, 我喜歡 肥肥白白, 穿金帶銀, 真棒 那倒是呀, 阿森 阿森, 你以後不用出豬肉檔 專心打扮, 兼買著金大人 他又有錢又有勢力 很多女生會混在一起的 知道了 有沒有搞錯, 只是看錢? 你不為阿森著想的嗎? 難道責殺菸菸的為我著想嗎? 如果是, 我真是心領了 在隔壁村都聽我們說話了 姐姐, 回來嗎? 弟弟, 你回來就對了 你過來評一評你 你贊不贊成阿森和金蓮在一起? 我和阿森算是好兄弟, 我也贊成 不過阿森, 你認識了這麼久 為何現在才開始? 那緣分的事說來就來了 也說走就走 所謂捉門對捉門, 木門對木門 如果兩道門都不配搭, 哪裡行 我豈不是一個人板給你看, 甚麼事? 姐姐, 我又不是這樣看 就像我那樣 如果我喜歡的 就算我女生是煙花女子 或者是妹仔, 我也會堅持到底 阿哥, 連你也贊成我了 贊成的 聽到了, 大家都贊成我 你這個藥細社群, 還是別這麼多聲氣了 阿森, 你還有心情在這裡玩著 你知不知道你差點一手 斷送了我妹妹阿森的幸福 你不內疚嗎? 我也不知道錢中瑤是這種人 何況當日你也有份拿著那把大蟹線 潑到行一行, 怎麼怪我呢? 總之都是因為你 對了, 要不是因為你, 阿森就不會抽起筋 他不抽起筋 就不會和一些不應該在一起的人 在一起 是誰? 爹、娘, 如果他找到好人家嫁了 那就不用和爹、娘住在一起 你還不去? 在山幫我妹妹找好人家, 還在玩? 你是不是聽不見我說話? 好了… 好了, 我現在立刻和你找好人家 立刻去… 你去找好人家幹嘛帶著一隻 大哥, 阿美找你 細嫂 怎麼樣?大伯 我想你對我可能有點誤會 其實我和阿森是認真的 你放心吧, 我是認真的 你對我看是否認真的, 我就不知道 但我肯定我妹妹對這段感情是十二分認真的 我也是十二分認真的 觀治兩把口 一把口我來哄我妹妹 另一把口就哄別的女生 不會 不會, 今天不會, 明天不會 南寶後日會, 大後日會, 後年也會 我妹妹, 一句到尾, 我妹妹喜歡你 我做這個姐姐無論如何都不贊成 但是她現在已經泥足深陷 我怎麼說她也不會聽 不過大伯, 我想告訴你 如果你傷害我妹妹的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記住, 我石尾並非浪得虛名 難道她就是替她說的那塊黑雲 今天天氣不錯吧 是呀, 今天天氣好得 想找那塊黑雲看看也沒有 你的意思是, 真的是天上的那塊雲 還是會走會走會發聲那種 事汁蒸如雲, 你說的 先坐下 好 好香, 河花味 不知道在哪裡傳來的呢? 是呀, 十里河堂, 香氣飄 斬了一棵樹來, 當柴燒 不好意思, 我隨便說而已 也不是, 起碼押韻 你不是很喜歡下棋嗎? 是呀, 不如我們下棋吧 好呀 到你了 其實下棋真的很悶吧? 你也覺得吧? 你也覺得嗎? 不如做個別樣吧 不如破碟吧, 你們女孩子最喜歡破碟的 也好, 雖然我沒試過破碟 不過動手動腳的東西, 我最耍耍的 好 好啊 我以為竹蝴蝶跟烤鷹差不多 不要緊 蜜蜂,你走 原來我的蝴蝶不是這麼好玩 那有什麼?你騙我騙我騙我騙的 別人說話 寶劍 我沒叫他彈這麼好玩 你彈琴,我沒劍,好 不是你彈琴,我沒劍的嗎 我彈琴? 怎麼樣?彈得怎麼樣? 你說呢? 知道就不想問你了 不過就算難聽,你也不用站得那麼遠 我先站在這裡聽琴音會不會好聽一點 彈琴姐,那結果呢? 如果我是龍人,而我聽到琴聲 我都希望自己能重溫 說話要不要這麼盡 至少就能多練幾籌 琴藝不是一天就可以練成的 你說兩三天想練得好 基本上就沒可能的 沒辦法了 他叫琴大哥開到聲 說想跟我一起彈琴舞劍嗎? 我們去見他之前練得好一點 別管了,隨便練熟一手 頂著當,好嗎? 好…琴呀…你真的很慘 練哥,為甚麼有一個琴? 上次你不是想跟我一起彈琴舞劍嗎? 所以我特地為你學了一首曲 但你不懂彈琴,短短幾天你學會 這些事事在人為,我已經準備好了 好嗎?琴大哥 其實我上次說說而已 我都不太懂 很 müsst,我甚至是放任何樂圈 第三天跳 你不可以到來 什麼? 你不可以到來 你不可以到來 你以為我 我可以到來 你不可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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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吧 你不可以到來 你怎麼樣? 沒事, 斷了指甲而已 我的琴弋怎麼樣? 其實初學來說, 真是不錯 不過你彈到指甲也斷了, 就不要彈了 再彈, 傷身體也不好了 是嗎? 累不累? 不累, 又不是七到八十 你呢?你累不累? 不如我幫你拿把劍吧 不用, 這些東西很輕鬆 我想想, 鼓琴還是放在我身上好一點 為什麼? 我怕你日年夜年弄損了手 還是過幾天才給你 大人… 你們去哪裡? 吃布頭廢的東西是埋屍 不知道現在和我的兇手都在對峙 我們去幫忙 這個女人不是我殺的 我剛剛在挖東西 不知道怎麼挖到屍屍 真的不關我的事 關不關事也好 跟我回衙門再說 阿表 大人 袁姑大人, 這個女人不是我殺的 不關我的事 你放心, 如果你真的沒做過的話 我一定會還你一個清霸 但是現在你要先跟我們回衙門 說來說去, 還是想冤枉我入局 我心不進冠魂, 死不進地獄 這個女人不是我殺的 我不去 阿哥, 讓我幫你 不要, 危險 危險 這個人的武功很高級 再打下去, 阿表一定輸給他 阿哥, 阿哥 娘, 誰會暗暑我 麒麟 鳳凰 為甚麼會是你 是你? 阿哥, 你回應我吧, 阿哥 你死得很可憐 我已經說要陪你回娘家 你又說不用 現在留下我一個人 阿哥, 我怎麼辦 阿哥 你先別哭 你先抱著 到底跟死者李淑和最後一次見面 是甚麼時候 回大人, 小人姓身名長 在鎮上開雜貨寶 我和我老婆辦很多好恩愛 每個人都知道 在三天前, 她說要回娘家 她娘家在隔離村 我說陪她去, 她又說不用了 她說她早上一早就回來 那我今早就等她了 但是等到下午都不見 我心裡很急, 我就出鎮口等了 誰不知我走過樹林的時候 我眼尾跳得很厲害 然後我聽到有人說 有個女人被殺了, 還敗了屍 阿姨, 是你, 是你殺死我 你閉嘴, 閉嘴, 閉嘴 神祥, 你先冷靜點 我和你老婆三不識七 我怎麼會無故殺她 大人, 一定是她, 一定是她 我正由大人將她正法和我老婆申冤 大人 你放心 本官一定會把這件案查過水落石出 武麒麟 你說你剛經過樹林 和死者並不相識 她的死亦和你無關, 是嗎? 是呀…大人 小人, 你有奉高手法 怎會做這些傷天害理的事 那為甚麼無緣無故你走到桑樹下挖洞 還想問甚麼?他現在叫你毀屍滅跡 不是呀, 但是我…我在隔壁村過來 剛走過樹林, 果然有點餓 想挖幾個番薯充機, 是嗎? 誰知道很挖不挖, 挖到屍體出來 你簡直是荒謬 本官在你包袱裡找到十幾兩人 這麼多人, 你有這麼多銀貨在身上 為甚麼不去賣食物要挖蕃薯 為甚麼這個人這麼熟悉? 大人, 就算是這樣 你也不可以當我是殺人兇手 又沒有人證, 又沒有物證 你…你想把我屈打成招嗎? 那你可以放心 本官審案一向都要所有人心服口服 人力 是 我先將他收監, 聽後再審 知道 阿蓮 阿蓮, 這件事你一定要查清楚 要令死者沉冤得雪 將這個兇手承之於法 當然 大人, 有甚麼新發現? 初步驗出 這個死者臨死之前曾受力辱 還有沒有其他? 死者全身傷痕累累 像是被聯棍打死的 為甚麼這個女人的特徵和我一樣呢? 難道真是麒麟做的? 莫非她太過思念我 一時刻鎮不了雜念 所以鑄成大錯 萬步玩手周遍萬里千山 信念篇出本人世間 未懼怕山高遠路幾多溫 萬眾齊心莫冤露難 過世人的對賢群不回瞎 有甚麼新喜作歌 全自賢兰 每個心情都玩 可是一生中 為何可是兜 하지만愛 並沒有 Madonima 把人你都不拒絕 在那邊說